各位評審,大家好。我們是國立桃園農工化工科的學生。我們所做的實驗標題為《交出保護力》。以下為我們的實驗介紹影片。 他們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腸胃健康,所以他們以由金球優辱這項產品。而金球就可以保護抑菌,通過胃酸直達小腸在小腸中釋放抑菌,達到讓小腸蠕動的效果。所以我們對金球非常的感興趣。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參考資料中找到了鹿藻菜膠及海藻酸來模擬金球。 所以我們對這兩種物質做了三種變異。而這三種變異分別是,第一點是,不同濃度對焦球結構的影響。第二點是,酸鹼質對焦球釋放性的影響。第三點是,在連續試驗中,酸鹼質對焦球的影響。我們再用這三點的變異來做出一個一連串的實驗。 我們要到我們的實驗目的,我們必須先找出不同濃度之焦球結構外觀的影響。因此我們找了五個濃度,分別是0.5%、1%、3%跟5%還有7%這五個濃度來。 依照我們的實驗結果,我們可以知道,它的濃度太高,無法變成需要的球形。然後至於濃度太低,就是0.5%跟1%的話,它的濃度太低,會變成很重。 就是這兩個圖片。然後,這台3%跟5%的時候,雖然它們都可以騎乘下這樣的,很好看的焦球。 可是因為3%它的強度沒有5%那麼好,所以我們把,所以我們最近選5%的,還找出那個濃度來。 然後第二個是來探討,露絞菜膠它的濃度結構外觀及強度的影響。 然後一樣是那五個濃度,而它們拉在五個濃度的話,因為它們都無法沈默的形狀,都是像這種不好看的形狀。 所以我們決定排行它的單獨試驗,反而利用海藻酸辣來加強它的結構。 它們的比例,海藻酸辣不像露絞菜膠的比例是2比1,1比1跟1比2。 而在2比1的時候呢,它們的球型會比較好,也比較強度也比較夠。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2比1來做它們的實驗。 然後,為了在這套導出不同酸鹼質,對它濃度釋放性的影響。 海藻酸辣在5%的時候,它的膠球在pH1%的時候,膠球外觀沒有明顯的變化。 釋放率也非常的少,2比1一同。 而在pH值等於7的時候,它們開始釋放出BSA,2比1也跟海藻酸辣一樣。 然後在pH值等於9的時候,它們開始大量釋放出它的BSA。 很合比例也是大量釋放,而且結構崩壞。 然後,依照我們實驗的結果,我們匯製出了這三個圖。 接下來,我們繼續進行著連續試驗。 一開始先放海藻酸辣5%,先放在pH值等於1的容易中。 然後,它在pH值等於1裡面,不會大量釋放出它的BSA。 然後,兩個小時後,移入pH值等於7的容易中。 然後,它開始緩慢釋放出它的BSA。 而混合比例2比1,一樣先放在pH值等於1的時候。 可是,它在大約75分鐘的時候,開始釋放出它的BSA。 而75分鐘,大約是通過5倍的時間。 然後,因為它在兩個小時後,它的結構外觀已經崩解。 無法繼續接著進行pH值等於7的實驗,因此組到pH值等於7的數值。 以上,我們實驗。 由上述實驗,我們可以得知。 海藻酸辣膠小在5%的時候,所形成的結構形狀還有強度是最好的。 但鹿角菜膠雖然在3%及5%的時候,它也可以形成膠體。 但是它的外觀及形狀和強度是不好的。 所以,我們排除它的單體實驗。 然而,我們進到了第二個實驗裡面。 我們把鹿角菜膠與海藻酸辣進行了一定比例的混合。 結果發現,台藻酸辣和鹿角菜膠以2比1這個比例,可以形成最好的外觀結構強度。 然後,我們就把海藻酸辣膠球5%與那個混合比例2比1的膠球,進行了人體的模擬實驗。 在人體的模擬實驗中,我們發現,海藻酸辣5%焦雄,它可以很好的經過胃酸的BH質。 然後,直打腸道的BH質中,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釋放。 再來,我們就將我們自行混合的混合比例2比1,放到了胃酸的BH質中。 發現,它可以在裡面呈90分鐘左右。 不過,這也讓我們認為,它應該可以通過胃的時間,也是差不多每90分鐘。 這也很好的證明了我們接下來可以進行的實驗,這也代表我們這次實驗的成功。 我們這次實驗的成功。 我會看到,我們有些許可否的成功,是的。 因為它也沒有任何成功,再介紹那個人體的成功,